就跟大家见面了 这一次的视频是我拖了很久的包包合集 因为我在B站动态里面的投票包包合集票数是最高的 所以这一次就来做包包合集 这个视频我已经拖了蛮久的了 从去年拖到现在 去年做完了写字的合集上 然后就想做写字的合集下 录完了之后觉得自己表现不是很好 所以就拖到了现在 所以我录完这支包包合集之后 也希望能尽快的把写字的合集下篇录出来吧 这支视频我也不知道会有多长 也许要分成上下篇 所以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现在开始吧 所以这支合集我是打算按照品牌来说的 首先就来说一下我买的最多的包的品牌 就是LV啦 就是很大众的很俗气的LV 然后首先我要说的就是 我最近新买的这个LV的这个小帽箱 这个帽箱我其实是想买它的那个老花款的 但是我在我们当地的这个店里面订了 就一直都没有订到 订了好几个月 是去年出了不久我就订了 结果没有订上 所以我就退而求其次 然后想着试试看订一下这一支 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支订到了 所以就这一支感觉也不错吧 这一支跟那个老花的不一样啊 这一支它就是外面全都是这个牛皮的质地了 然后这个链子这里也是比较软的那一种 然后这个袋也非常非常的细 它是可以调节长短的 其实它长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很长 然后它五金都是这种金色的 然后这个皮子就是非常的软 就是而且也跟老花的比较不好保养 而且这个皮子这一面 就是它这个裸色的这一面呢 当时导购告诉我是 因为它是那种跟LV的那个配件皮 皮是应该是同一种皮质 所以这个皮子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渐渐的颜色变身 我在网上好像看到有功课 说甚至晒的比较多 它颜色也会变身 我觉得好可怕呀 总之就是它是一个 这个颜色应该是渐渐的会变身一些的 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所谓啦 它是靠这里有一个扣打开的 然后打开就是这样子的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哦 打开那里的那个材质也是皮子的 应该是羊皮的 感觉摸起来手感比外面要细腻一些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我的口红啊 还有眼睛布之类的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侧带 我就什么用都没有的一个小侧带 因为你本来手势进去拿东西就已经很不方便了 不过这个包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你扣上它之后即使不开这个扣 它也不会自己轻易的打开 所以不用担心东西丢 这个包的容量非常非常的小啦 就它本身就只有这么大 然后以前我用iPhone7的时候 它是可以放进去的 现在我换成iPhoneX了 它就合不上了在这里 可以看到吧 所以呢这个包其实就是一个不怎么实用的类型了 而且这只包的自重是很重的 我觉得也不算非常重嘛 主要是它这个蛋满很细很热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就相对的就更重一些 而且它重不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用的是 ROV的行李箱的那种印箱工艺做的 所以就做的很敦实比较重 总之这个包我觉得其实还蛮好搭配的 因为它有一面黑色的 然后有一面裸色的 就是搭配起来不会非常的奇怪 不过我觉得不如老花的那一只好搭 我最近在网上看 好像是老花比以前要好买一些了 估计是它的产量应该上来了吧 不过我目前 因为这个包实在太不实用了 所以我就一直都在犹豫 要不要再买一只想要的那个老花的帽箱 我现在觉得可能就不会买了吧 有了这一只我也挺开心的了 所以这只包就是这样子吧 然后接下来我再说一下 我买的第一只ROV的包 像我以前是完全欣赏不了经典款的 我那个时候也不是很喜欢老花的 甚至到了这两年 我才开始觉得那个老花很好看 然后也才开始渐渐的欣赏 别的品牌的那些经典款 所以我的包大部分都不是经典款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很多年前买的 这个款式应该是叫Alma BB 这个颜色当时还蛮火的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现在我记着前两年 我去店里面 他们说这个颜色已经不再出了 我估计是他们又推出了新的类似的颜色吧 然后这个皮子呢 就是它很出名的那个水波纹皮 非常非常耐用哦 我用了这么多年 应该至少就有五六年了吧 这么多年下来 它甚至包括底部都一个滑痕都没有 只是有一些轻微的那种使用痕迹 而且因为它也这么多年了嘛 所以它这个手柄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胶质里还是会变深一些 我买的这个还是一个银色五金的 我自己比较喜欢银色五金的 然后我自己买的是 当时买的时候呢 觉得这个款式其实比较素 所以我就给它配了一个这个链子 这个链子的造型也是两只Alma的包 一只是BB 然后一只是PM 所以就是颜色也跟它非常的大 所以我觉得它们搭配起来很漂亮 虽然说这个Core的五金颜色是金色的 但是这个包的五金颜色是银色的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只包用起来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实用 就首先它这个提手我觉得就做得很好 然后它还有拉链 有拉链的话就是放东西就比较安全嘛 而且它这个包身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是比较软的那种类型 可以放很多很多的东西进去 我觉得像这种容量的话 它的容量差不多应该是 类似尺寸的最大的那种容量了 所以就是出门在外用它的时候 我觉得也很方便 而且甚至它这里面是有锁的 可以把这个包锁上 这个肩带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细肩带啦 我觉得背起来其实也还好 并不累 这个包款现在也还在不停的就是更新 它的颜色啊材质啊 每一年都在更新 我觉得这个款式其实是可以买的 因为它这个样子就很简单嘛 所以也不容易过时 虽然说它也不能算是完全的经典款吧 而且这只包比较好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 它换一个材质换一个颜色 它就是另外一种感觉 我以前看有人背那个纯黑的 从使用角度还是从这个搭配角度来讲 这一款都很不错 再接下来我就要讲一个相对经典一点的款式啊 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油拆包 这个油拆包我买了也有三四年了 它的这个配件皮这里面已经变成了一个蜜糖色了 其实我觉得它变老一点更好看一些 然后它这个五金就是纯金色的那种比较亮 跟它这个老花的花纹搭配起来 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不会显得很浮夸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里面 就是这三层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侧带 这个侧带特别好 我觉得用来放手机简直是完美 它最里面这一层是最紧最小的 就可以放一些证件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两层都比较大 容量是很好的 因为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包的包身也比较软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买的时候导购也跟我说了 就是因为它自己这个包嘛比较软 所以如果你想扣这个扣的话 尽量就是最外面的这一层要多塞一点东西 这样子就比较好扣 不然就是它是扁的 就这个包扣呢也比较硬就不太好扣了 总之这个包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自己不喜欢它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背袋这里 这背袋非常漂亮 背上看起来特别有型 但是这块实在是太硬了 我有点受不了这里 感觉有的时候背一会儿它有点硌 其实它这个背袋设计的还是挺好的 因为它不粗也不细 其实是一个就是很适中的状态 适合你这种可以放很多东西的包 但是它前面的那个扣就实在是有点磕 我不太喜欢 总之这个包也很推荐买了 因为它这个款式是非常的好搭的 而且它的这个样子也不过实 再加上我觉得它也非常非常耐用 我用了几年就是除了它的这个自然的颜色的变化以外 就没有任何别的问题 我自己也一直都非常喜欢这只包 因为我自己蛮喜欢油拆包的这个型 所以我去年呢又买了一只这个mini size的这个油拆包 然后这个油拆包就跟那个就有点不同了 这个就花哨很多 所以我现在就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只 它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买的 我记得当时它那一季是以日本的一些传统文化为灵感的设计 所以这一款就是当时那个系列的其中之一 这款其实并不难买哦 我就随便的再跟导播说了一下 它就帮我订到了 然后它其实跟那个比 我觉得并没有那个大的油拆包使用 首先它后面就没有这个侧带 然后它里面呢就是虽然也是三层 但是它这个尺寸变小了 而且它的这个就厚度也变得很窄 所以其实装不了太多的东西 当然这一款也跟那个老花那个一样耐用哦 因为它外面的这个皮子 就是别看它是印花了 但是它其实质量应该是跟我的那个 Alma BB的那个水拨纹皮差不多 所以它也是应该非常耐用的类型 还有就是它另外有一个设计上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这里面除了它之前的包客以外 它这里面有一个锁 这个锁是真的锁 不是假的锁 不是那种普通装饰性的 就是拧它 它这个包是真的可以锁上的 就是有了这个锁链之后 这个包也背起来会变得有一点超 然后它还有一个大的变化 就是它的这个肩带呢是这种金属链的 不再是哪个皮袋的了 其实这个背起来这个金属链是很可爱的 但是它这个链其实还挺沉的 因为它这个花色我当时买的时候还犹豫了很久 不过到手之后觉得还行 所以我就留下了 但是我其实从买的到现在背的岁数并不是很多 主要是这个花我觉得限制它的搭配 跟那个老花比就差很多了 不像老花随便什么都可以的 总之这个包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吧 这个包目前应该还是可以买到的 不过从实用角度讲 我就不是很推荐这一只了 然后下面这一只就是一只小包了 这个小包应该是我前年的时候买的 它是当时的一个夏天的限量系列出的 小鸟主体的极框 就是从大到小都有 我记得大的那个应该是叫Twist 然后当时买的时候 我在店里面试了那只大的 但是我背上那个大的效果不是很好看 反而背这个小的这个长钱包造型的 就是效果还不错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只 然后像它这个链子本来都是这么长的 是一个你侧背还是跨着背都很好的一个尺寸 然后它肩带这里也有一块皮垫 所以这个背起来就不会很累了 不像刚才那个小油拆包一样就全都是链子 我觉得那样其实有点累 然后它这个表面的材质呢是水波纹皮 里面应该也是水波纹皮吧 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波纹的 然后它这个其实容量还不错 可以放六张卡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内力 还有一个拉链小袋 这个拉链小袋有的时候会放一点药片什么的进去 总之它这个侧面是有一点点厚度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使用 尤其是在不管是冬天还是夏 你在搭配里面想要一点颜色的话 这个黄色都特别合适 再加上它这个小鸟的造型也有很多种颜色 所以主要是你身上的衣物呢 有上面的这些 有这个包上面的颜色 它基本都搭得上 我觉得这只包呢 就是不仅设计的很特别 而且它也非常适用 这个就是我自己最喜欢它的地方 再接下来我还有两只LV的包 这两只其实是同款不同色 所以我就把它们拿在一起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像左边的这一只呢 我不知道左边 不知道在视频上是左边还是右边啊 然后这一只就是一个焦糖色的 这个当时这一只包应该是秀场款的 然后也是我去店里面订等了一阵子才拿到的 我自己很喜欢这只包的外观啊 而且它这个颜色就还蛮特别的 它的这个皮子呢是那种就是有一定雅光感的那种牛皮 非常漂亮但是这个皮子有一个坏处就是它不是很好保养 而且它也很容易划伤 所以这只包我就是如果出门旅行的话我一般是不会戴的 然后这只包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肩带是中间宽两边窄的 所以这样背起来就不会很累 它这个扣子是这样子的 其实比看起来要简单很多就是 就是这样就可以打开了 然后打开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有一个拉链带拉链的小袋 然后有一个大兜 然后有一个侧袋 这侧袋里面怎么还有东西啊 从实用角度上讲 我不是很推荐这只包 因为这只包包身整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 它是硬的 然后下面这这块还把它设计的往进凹了一点 既然是硬的的话它就可撑开的那个空间就很小 所以其实装不了什么东西 特别是它上面的开口还比较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包看起来很好 但是背起来我觉得用起来不是特别的优雅 主要是因为就你可以看这儿 它这个包盖这里呢 跟这个把手这里 它是这块是装了两个洞 直接把这个包袋这样放进去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想扣这个包的时候 如果你包装的不是很满 它就会掉下去 就会有的时候会影响你扣这个开合这个包的动作 你没有办法单手去把它搞定 就得两只手这样扣着 感觉不是很好看 这个焦糖色的呢 我去年用了特别特别多 我自己除了喜欢它这个皮子 还有它这个颜色以外 我还喜欢它这个白色的这个缝边 这种stitching是我应该是差不多最喜欢的一种样子 总之这个包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你能预见的话 我觉得可以买的 就是没有必要去特意去追求它 因为它使用角度来讲我觉得真的很一般 我再来说一下它这个同款不同色的这个老花款 它的这个皮子呢是下面的这一部分包身是老花 然后包盖是牛皮的 然后不管是包盖还是包身 它都比刚才的那一款棕色牛皮的要软很多 所以这个其实用起来要比那个爽很多的 哎呀怎么包里面都是东西 又有一个人唇膏 然后这一只包它也是白色的缝边 所以其实看起来也挺不错的 我当时是先买的这一只 用再买的棕色的那一只 后来感觉都挺好的 所以就都留下了 它的这两只包它里面的内里都不是皮子的内里 都是绒面的内里 这样子这个包呢可能可以更轻一点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就相对很硬挺的一款式嘛 所以用起来我觉得如果是皮子内里的话就会很重 用起来我觉得这个使用感跟那个差的不是很多 主要是因为它皮子软可以再多塞一些东西这一点很好 而且它因为是黑色的这个皮也不是刚才的那一种 那一种哑光的牛皮 下面是老花的材质 所以用起来就可以不那么的心疼 像我去年回国一个多月的我带了这一只包 就是带着它到处跑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这一只目前应该还是可以买到的 我之前有在店里面看到过 像如果你想买这个款式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老花这一款不是很推荐刚才那个棕色牛皮那一款 那一款没有这一只用起来好 因为你那一款又装不了什么东西 然后它还那么脆弱 很容易不小心滑到 我觉得不是很划算哦 甚至包括那个帽箱我都不是特别推荐 因为用起来实在是不怎么样 总之这个款式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 它现在每一季也会出新的配色和新的那个设计的变化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店里试一试 所以RV的包就说完了 我再说一下我手边其他品牌的包 其实别的品牌的包买都不是很多 所以应该说起来会比较快一些 首先我就来说一下香奈儿吧 我自己虽然非常喜欢香奈儿这个品牌 从它的高级定制成衣到它的彩妆到它的包和鞋 还有其他配饰我虽然都很喜欢以外 但是我觉得这个品牌其实适合我的东西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买起来就会很谨慎 甚至就是我以前是欣赏不了它的那个经典的 那个classic flap那只包的 我最近觉得那只包还不错 我感觉可能这个东西都是要靠时间去沉淀的吧 所以我就先来说一说这一只 这一只就是它的那个Le Boy的 我应该是两年多以前买的 然后这个包应该是它的小号的 我自己当时买的就是因为自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配色 我那个时候对于这种浅金色配黑色的东西都是没有办法抗拒的 我自己不喜欢那种特别的金灿灿的那种颜色 像Roy的那些配件的金色其实我就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它跟他们家的那些包款的设计搭配的非常好看 所以背起来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要是单问着这种金色或者银色的话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淡金色的 其实Le Boy这个款型是我在香奈儿里面最喜欢的一个款型 可能是因为它比较四四方方 然后它又看起来就是不是那么的娇滴滴 我自己很喜欢这种稍微有一点男孩子气的样子 然后这一支其实也是它的一个季节款 刚才说过我以前不喜欢经典款 它这个整个包应该都是小牛皮的 所以其实还是比较耐用的 像表面感觉有那么一点点滑合 但是基本都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像里面呢其实就还是有点东西的 其实它这个里面那里就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这样那里的一个大豆 然后有一个小侧袋就没有了 然后我发现我这颗无尽的膜还没有丝 我经常把包买回来用着用着 结果发现自己膜还没有丝 就经常忘记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包我觉得需要注意的 就是它保存的时候 你尽量就是不要去挂它 尽量的就是不要把它平放 如果里面都塞点东西最好了 反正我基本就不怎么塞东西了 我一般就是平放就够了我觉得 然后这个包它其实包扣 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就是一开的时候按这两边就可以打开 然后合的时候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一扣就可以了 不用再拧一下什么 对我这种经常忘记拉包的拉链 或者是扣包的包阔的人 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我觉得这一格配色的乐包也相比于其他的那些配色也比起来 然后这个就相对更沉稳一些 其实香奈儿包我觉得都是这样子 就到时候你拿回一看就感觉新的也看起来像这个 就是它都是那种互一设计的 看起来就是让这个新旧感是很模糊的 所以用起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这个包太新了 感觉背起来浑身不舒服的那种不适感就会很小 所以用起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吧 然后像这个金色的皮 其实我觉得看起来还蛮脆弱的 但是我背了这两三年 背起来感觉就是稍微有那么一些正常的磨损痕迹 而且因为它这种淡金色是比较亮的 所以其实它上面稍稍有一些小伤痕都是看不见的 当然你自己肉眼能看到的时候 但是你拍照啊或者什么都是看不出来的 然后这个包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链子很粗 而且都是实心的链子就会很重 我觉得这个链子比Alveda那个还要沉 所以其实它背起来是背久了是蛮累的那种类型 还有一个它的这个缺点就是它的侧面的这个地方 侧面的高度跟它的包盖中间是有一个缝的 这个缝呢我以前就经常会掉口红 你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它有那个稀小的东西 从这个地方掉出来 不然的话可能会丢口红什么的 总之这个包我觉得这个配色呢 是一个可以用很久的配色 然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款型 应该以后也会继续用很久 再说下一个包之前呢 我发现其实这个视频已经录的蛮久的了 大概这个视频的上半部分应该就先到这里 这个包包合集肯定是要被分成上下两部的 因为虽然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包 没想到录起来其实还蛮费时间的 所以上半部分就先到这里 下半部分也会接着往下录 就是一口气把它全部录完到时候 剪辑的时候也会分开 就分成上下两部上传 视频也不会太长 所以这样子就不会影响大家观看 所以我现在就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 让我们下半部再见咯